想在多伦多市中心住全新的公寓,又不想三四年之后才入住,有什么选择呢? 大家好,我是Prisisla,我是多伦多地区的地产经理人。 本周的案盘楼花精选,我为大家带来一处市中心公寓的楼花转让。 那我们首先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地理位置。 那我们这套公寓呢,它是位于在一个热闹非凡的地方,在Yang and Jarvis这个街区。 那Yang大家都知道它是市区的这个中轴线,南北向的这条中轴线。 那么我们所在的这个219号Dundas这个位置呢,它不管是步行指数还是交通指数呢,都几乎是报表。 我们步行四分钟就能够来到Ryerson University,Ryerson大学,十分钟到George Brown,乔治布朗学院。 骑行八分钟能够来到OCAD and Anson设计学院。 十三分钟能够来到多伦多大学St. George的这个主校区。 那Eaton Center,伊顿购物中心呢,也是尽在咫尺。 总之周边呢,是非常的多姿多彩,热闹非凡,消闲娱乐,购物,美食, 全都是尽在咫尺。 好,不单它的这个交通位置啊,是那么的让大家能够有感受到都市的生活气息。 这栋楼呢,更是来自于加拿大最大的开发商,最久富盛名的开发商,Mankis。 那Mankis呢,已经有将近60年的美誉了。 非常多的地标性的建筑呢,来自于Mankis,比如说像Harvard Plaza,Full Seasons Hotel这些。 所以其实熟悉加拿大开发商的朋友,Mankis是根本不需要我过多的介绍的。 它是属于,Mankis本身呢,就属于金字招牌,就是它的这个房产, 不单就是交楼准时,楼宇质量,也都是杠杠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哪怕您是海外买家,在我们也知道说买Mankis的房产呢, 是可以加倍放心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寓本身的情况。 好,那我们这个是个两房的公寓,面积还是蛮大的,足足有619尺, 两个卧室,有一个洗手间,仅仅较价76万8千。 那这个呢,是比近期我们看得到开发商的一个尾盘呢, 要便宜多出来7万多,所以它是非常的划算。 在可以入住的时间上呢,最早是预估今年的7月, 那么交房呢,是在可入住日期之后的几个月, 所以如果我们不想等三四年之后,而是近期就已经想入住, 又想住全新的公寓呢,这是一个极佳的选择。 好,那么这是这套公寓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房心图。 好,那这是一个非常规整的房间,一个长方形,横向的长方形。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两个卧室,然后呢,有一个洗手间。 那厅的位置呢,也是非常的方正,连着我们的厨房, 厨房旁边的这个正式的餐桌,然后这边一角呢, 是我们的客厅。 那这套公寓呢,它还有一个高亮的地方呢, 是说我们是一个拐角的单位。 拐角的单位呢,光线呢,是非常的这个充足。 那我们不管是在从北面,还是这个东面呢, 都有这个大量的这个自然的光线,在这边。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栋楼是这个朝向, 那我们是在这个拐角的这个位置。 那在这个图上,它是刚好做了一个镜面的处理, 所以我们看到是这边有窗, 听和这个我们的卧室, 这间卧室呢,仍然是有窗的。 好,那么这是这一期的楼花转让的这个推荐。 如果您对这套房产感兴趣, 欢迎您火速联系我。 这个价格呢,是先到先得, 不需要进价的。 那如果您有近期的买房计划, 您也可以联系我, 由我为您夺身定做, 属于您的热销房源清单, 包括一些超巨价值的按盘损盘。 下期视频再见,拜拜。